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冰 我问你 当天你和赵棋荣离开锐乡旅店的时候 你一个人去了哪儿 发生了什么事 你见到了谁 还有 你为什么会晕倒 请你如实地回答我 为什么这么问我 翟莉和容金珍被飞龙带走了 生死被捕 我们出了内鬼 所以 我需要你合理的解释 告诉我 那个飞龙 我认识他 容小薰 你还记得吗 当年我父亲 护送你去破译密码 被日伪的特务发现 他把我们一起藏在陆维迪里 人类活埋的哥们 你知道吗 是 可是那双眼睛 我永远也忘不了 那天在旅店里 我一眼就认识他了 二位 不好意思 小店今天休整 二位 还是请到别处住宿晚 他 我想杀了他 可是我知道 自己不能那么做 我恨我自己 恨我跟他尽在之事 却不能杀了他 我更恨我自己竟然在怕他 你知道吗 为了这一刻我等了十四年 我做梦都想再见到这个傻乎母亲的凶手 在梦里 我杀了他无数遍 我把他牵倒万挂 把他活埋 可是我真的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我的手竟然在发抖 我头晕 我心慌 我 整个身体都不听使唤了 我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可耻 我不想让赵俱荣看见 就一个人走开了 再后来我就晕倒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有谁能为你证明吗 对了 有个店铺老板 你没事吧 给我的啊 我 老板 我给口水 你等一下 要不要帮你打个电话送你去医院吧 多少钱 一口水多少钱 把那个店铺的地址告诉我 是 李主 麻烦您派人即可核查一下这家店铺的老板 看看他说的和韩冰说的是否一致 一定要核查清楚每一个细节 因为这里边 至少牵扯到我们三个同事的安慰 我亲自去办 你先过来 我们要马上出查 我们要马上出查 所有参与和接触此次行动相关信息的人员 都要一查到底 包围处对韩冰的调查进展如何 我还在查 我们根据一条提供的地址 找到了那间食杂店 可是已经关门歇业了 据群众反应 老板就在前不久生病 回老家休养去了 我们查过老板的档案 在这条街开店已经多年了 在此之前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 应该不会是韩冰 翟莉说 那个人和飞龙接头的手 韩冰还待在医院里 立即派人 跟食杂店的老板取得联系 是 我刚刚记得信息 韩冰收的那个食杂店的老板 已经从老家回来了 我先准备派人去查 事关Q小素同志的安慰 我亲自去吧 你好 同志 要点什么 您好 请问您是这儿的老板吗 我是 你们是 我是公安 找您问点事 什么事啊 这两个人 您见过吗 我没见过吗 请您好好看看 他们两个人可是杀人犯 有人看见 十八号那天 他们在你们的店门口出现 还开了两车 对 我想起来了 这个人 我见过 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当时他们开了一辆车 突然就停在我的店门口 然后车上下了两三个人 把一个晕倒的小伙子抬上车 我当时还问他们 他们想干嘛 其中有一个人还对着我 做了这么个动作 是这个小伙子吗 对 就是他 这 这两个人是杀人犯的 那这个小伙子是不是已经被 您认识啊 不认识就是个过路的 那天 你没事吧 有我的 老板 老板 抽到给后室 你等一下 谢谢 小伙子 小伙子 小伙子没事吧 快醒醒 小伙子 你没事吧 快醒醒 小伙子 快醒醒 然后他们的车就开过来了 我当时就在想 这两个人十有八九 不是什么好人了 所以我就赶紧把店门关了 回老家躲了一下 光天化日就敢抓人了 早知道我就报警了 都怪我怕是害了这小伙子一趟命 正好相反 您就来 谢谢 看来韩平说的是真的 可以排除他的嫌疑 明白 查完你查我 查完我查孟小云 你说咱们成天在外面出生路死的 这回到这儿呢 还得被怀疑 想着就窝囊 来 临时呢 到了 过来 你们是在列队欢迎我吗 报列处 我们是来请愿的 请愿 是 请什么愿 请问雷处 对我们Q小组成员的审核清查活动 是否结束 是 怎么了 我们要求参与搜救容金珍的行动 报告 容金珍现在生死未博 她是我们Q小组成员之一 既是我们的同学 也是我们的战友 这次行动失败 大家都有责任 所以我们必须把她给找回来 这一点我们有信心 你们凭什么有信心 你们凭什么有信心 因为我们的能力 比那些搜救她的每个人都要强 邝姐 我们更了解她 你们真的了解她吗 报告 最起码 我们比那些搜救她的人 都要了解她 你不在医院待着 跑到这儿来干吗 不要命了 雷处 我们或许并没有那么了解她 但我们更关心她 更迫切地想要找到她 保护她 带她回家 这种动力和决心 是那些搜救她的人所没有的 请您同意 让我们去吧 雷处 让我们去吧 雷处 请问了雷处让我们去吧 雷处 让我们去吧 雷处 干吗 要造反吗 一个个的 毫无组织心机旅行 都给我回Q小组办公室 集中发起 都弄着干吗 有行动了 都要反省了 还能有什么行动啊 雷处长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 让Q小组全体成员 参与搜救容金珍的行动 雷处长答应了 这就是雷处长给我的资料 打我来看看吧 据说这个 就是找到容金珍的女孩 记住她的女孩 临乘 这是变成了 空心机 如果得受准受死我 就一个 不惜一切代价 解救容金镇同志 目标和平饭店 出发 谢谢 同志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一杯咖啡 好的 请稍等 好 已经确认过了 房间里没有尸体 那小菜还活着 菜也猜着了 要不然 他们也不会还在这儿找他 龙金镇一定还在宁州城 你们必须马上找到他的下落 我的眼神们一直在找他 一有消息 会立即同桌 就算把宁州翻过来 也敢在他们之前 干掉龙金镇 你多盯着点他们的人 他们已经在找龙金镇 说不定 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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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